这球你走黑发怎么能把牙挺到这个位置来了 这球你干法下的不对 不应该用低一杆 应该用一个厚丝灯 那你看啊这个效果 来试一下啊 打一个就是中低杆 然后呢发逆的丝灯啊 看看能不能打出来 你打完了往前跑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因为打这种丝灯的时候 你的出杆方向不对 像你刚才出杆杆头啊 它是上挑了 你想让白球沿着这个中低杆往回灯的效果的话 出杆的时候杆头要往下压 但是瞄点不要瞄太低啊 就瞄中拼点 贴下半个皮头就可以 然后出杆的时候杆头往下一压 看中低杆效果出来了 如果这个球我们打的太低了的情况下 后四灯容易打成什么效果了 容易打成这个 往回缩回来 距离会比较多 所以一定要打中心点偏下半个皮头 然后出杆下压的方法 这样就能够蹬回来了 明白了吗 还有像一种这种球 刚才叫后四灯 还有一种叫前四灯 比方说我们现在需要打这个 12号球叫8号那个带 让白球往前 蹬一两个球的距离啊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打呢 就打白球中心点的位置 在出杆的时候 让杆头往前送一点 啊 这种效果 打白球中心点 然后出杆的时候往前送 这样白球就刚好往前走一两颗球了 这个叫做往前四灯 还有一种四灯呢 叫做中高杆的四灯 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也会学在这 就学在这 我们想打这个6号 走8号的这个带 这种出杆的时候呢 我们就打中心点偏上半个皮头的位置 通过出杆上挑的这种送杆方式 让白球蹬杆往前到这边来 啊 这也是通过一种 这叫中高杆的四灯 啊 所以我们控制四灯的这个方向啊 关键啊 就是在出杆的时候 通过它的延伸的方向啊 往下延伸是后四灯 往前延伸呢 是前四灯 往上延伸呢 是中高杆四灯 学会了吗 却倒下350 解决 要改变 一件衣服的